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美食 家常炖豆腐 这是一块卤水豆腐500克 从中间剔开 切条 切成四番块 蒜子三粒拍开 生姜五克,切成姜片 香葱两根 葱白切成葱段 葱叶切成葱花 分开放 八角一粒 五花肉一块100克 顶刀切成薄片 食材准备完毕,下面开始制作 起锅,锅中加入少许的清水 下入豆腐 开锅,飞水一分钟,倒出备用 重新起锅,锅中加入少许的植物油 下入五花肉片,煸出猪油,煸香 下入八角,葱姜蒜炒出香味 烹入生抽酱油20克,炒出酱油的香味 烹入生抽酱油20克,炒出酱油的香味 烹入料酒10克 加入适量的清水,以摸过豆腐即可 下入豆腐 下入老抽2克调色 下入精盐2克 下入鸡粉2克 下入胡椒粉1克 开锅关小火炖至10分钟 10分钟以后大火收汁出锅装盘 装盘以后撒入小葱花 一道非常美味的家常炖豆腐就制作完成 下面开始技术总结 第一,豆腐的选量尽量选用卤水豆腐 如果选用嫩豆腐在制作之前 用淡盐水浸泡20分钟以后再进行制作 第二,烹制酱油时一定要把酱油的香味炒出来 第三,豆腐的炖的时间在10分钟以上 这样才能把豆腐完全的炖透入味 家常炖豆腐的技术总结完毕 得起来